外面下很大的雨 而且一直打雷 直接停电了 幸好有这个小夜灯了 这个地方咋还漏水了 到处都是水啊 这里 不下这种大雨还不知道 等晴天了要补一补啊 现在是半夜12点了 那个雨终于小了一点点 最开始那几个雷真的好吓人 我们两个人躲在这个房间里面 要是一个人的话 会吓死去的感觉 对啊 那个雷声 就好像就外面就有人在敲门一样的那种声音 对 我吓得就是一抖啊 那个声音太大了 然后那个灯突然 然后电又突然停 停电了又 那个光突然就一黑 对 这个房间突然就黑了 哇塞 然后我们这边又是山喀喀里面 真的好吓人 搭配那种雨声 那个雨点 它被风吹的打那个窗户 哇 真的拉满了 好冷 本来这个被子都没有盖了的 都收起来了的 要把它拿出来盖着 等着哪个晴天 先洗了就行了 对 幸好有这个小夜灯在这里 幸好我们是两个人在一起 对啊 给了我们一点光明 对 今天都不敢下去开那个电闸 对啊 那个不知道是咋回事 反正今天先不动它吧 对 等下万一烧掉了怎么办 明天再看 今天就先睡觉 这个太惊悚了 是的 是的 早上 早就走 早就吃 早就吃